同學我們再來看 巨型38 巨型38 在巨型38的話 我們探討到的是 過去完成式 過去完成式 其實很多同學會覺得說 哇現在完成式已經 夠頭痛了 沒有想到還有個過去完成式 好可怕喔 同學過去完成式 一點也不恐怖 過去完成式通常來講 我們來畫一個時間線 你會發現英文老師都最喜歡 畫這種時間線有夠討厭的 看都看不懂很簡單 在過去現在 這是現在你現在正在聽課 這個moment你正在聽課 那這裡來講的話 這是過去了 這是過去好過去 發生了兩個動作同學 早一點發生的 跟晚一點發生的 我如果都想要放在 同一個句子 這個時候就是英文神奇的地方 神奇magic 早發生的 我用過去完成式 晚發生的 我用簡單過去式 所以我一個句子 包含了兩個時態 兩個動作 早發生的用現在完成式 晚發生的用過去簡單式 過去完成式 跟過去簡單式 這個時候譬如說 我到車站的時候 火車早就走了 我們來看這個時間線 現在結果 我到車站的時候 是這裡 我5點到車站 可是車4點半就走 所以早就走了 所以同學你想像 我們中文要講早就 你想像你中文要講早就 其實就是過去完成式 這個動作 你車子走的動作 4點半就發生了 然後你到的時間 5點所以車子早就走了 那你可以這樣講 好當我抵達車站的時候 When I arrived 同學抵達是不是比較晚發生 對 因為你5點才到嘛 當你抵達車站的時候 When I arrived at the train station 火車早就走了 他才不等你呢 所以the train 已經離開 早就了 早發生的是晚發生的 所以火車4點半走 had left 早就走了 這個時候我們就會用 過去完成式 所以同學再講一次 過去發生兩個動作 早發生的 過去完成式 晚發生的 過去簡單式 他用這兩個時態 放在同一個句子 讓我們聽英文 或是看文字的人知道說 這個早發生 這個晚發生 所以有時候我都會跟我的學生講說 同學過去完成式 就是比過去還過去 比過去還過去 我就用過去完成式 這樣了解嗎 你想像這個 因為我們待會要教什麼 假設語氣 待會我們要教假設語氣的時候 你要記得喔 比過去還過去是用過去完成式 這個待會我們在講假設語氣的時候 我會提到